現在的位置在太平工業村 時間是9點47分 出發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去踩微欄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是微欄呢 微欄就是大欄的縮小版 今天的路線就是由大埔的太平工業村 太平工業村是我的起點 然後就一直踩去大尾篤 去到大尾篤之後就進去陸頸 經這個新涼潭 踩去沙頭角 再由沙頭角一直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到去粉嶺 再由粉嶺 向下落回來太和 再由太和落回去大埔的太平工業村 就是剛剛的起點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圈子 我就叫做微欄 稱之為 一個自創的術語 又是這盞燈 現在是9點52分 我預計我大概10點2乘3會入到大尾篤 幸好今天不是很冷 穿了一套單車衣 再加一件風褲就OK 我想一會可能會很熱 因為踩陸頸 但是昨天下雨後 有些水淡就比較麻煩 要避水淡 本身我本來以為是昨天踩踩踩踩 但是昨天下雨後 於是我就教它 念了今天的cul Ichu 唯有現在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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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哇 是有食 他有有食 所以試車上要坐踩踩踩路 剛剛過了那盞紅綠燈 前面那盞,以我所知,要踩快一點 如果踩得對的話,應該可以剛剛好過了前面那盞紅綠燈 啊,趕不及了 Holy 是啊,又看了DV 你今天又去哪裡? 今天打算踩去綠頸,然後從沙頭角那邊出來 前面才看了一條片,在大圍那邊 忘了叫我演的 賭峰山? 是啊,是啊 這個位置零射斜,整天都很怕會滑胎 希望一陣沙頭角,不要那麼多車 以前踩沙頭角那邊出來,很多大車 特意選一些東西出來踩,希望就不會有那麼多車 你踩上水壩,還是直接回頭? 然後我就直接踩上去 對,不過前面400米是要推車的 我知道,我知道 是啊 即是你錄影的時候,錄完後面 你後期再自己加把箱上去? 不是啊,我就這樣說話在錄的了 即是現在已經錄影了 對,現在已經錄影了 和我剛才預測的差不多 那就踩3,就有10點踩3 那就來到大尾督這裡 然後一陣子要我踩6頸,15至20分鐘左右 對,差不多了 前面是看到你的影片 這麼巧沒有踩,找一輩子來踩 這麼巧就碰到你了 好啊 我都想不到這麼巧,會碰到人 你拿那些水樽,是不是有點不方便? 喝水的,我想 是啊,我之前想買水架 之前買水架,想到這些是 隨便的水樽都適用 然後我發現,水樽小的水樽會滑進去 是啊,是啊 之前踩一踩一下,車頭的水樽 好了,出發了 現在去綠頸新涼潭 你帶頭吧 好啊 你有踩過這裡嗎? 我有啊 有前面就回去 好啊 有錢再叫吧 好啊 反正在路上踩一踩一下又看到 好,拜拜 拜拜 有緣再見 那個師兄不錯啊 跟我踩了一陣 很久都沒有試過跟人一起踩 還要是踩6頸 現在就繼續,獨自一人 繼續上路 好,謝謝剛剛那位師兄的陪同 我知道你在看這條影片 不過呢,踩微欄我真的好 我都沒有踩過了 我上次踩是兩三年前 那時候還好像不是這輛車 好像是我上一輛車 極久了 那就是這輛 這輛車是我第一次處女戰 微欄 微欄處女戰 嘩,現在來到新涼潭的燒烤場入口 嘩 其實應該踩慢一點 要不然呢 一陣沙頭角不夠力 今天很安靜啊 一輛車都沒有,真的 完全沒有那些飛車檔 可能沒有口罩啊 沒有口罩帶出街 各位都記得出街 戴上那個口罩 注重健康 嘩 這段路 好舒服啊 嘩 我記得以前呢 踩路頸呢 就是剛剛開始踩公路車呢 看到那些師兄踩路頸 嘩 踩得很快啊 抽行了 還要在那一邊傾著一邊上 嘩,那時候真的踩得到 我跟到呢 想吐啊 嘩 快到頂了 踩多前一點就開始下斜 嘩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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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嘩 今天陸頸鵝包場啊 嘩 有上車 我忘了還有一條斜路 Oh My God 少少斜路 等於激勵啊 嘩 嘩 行了行了行了 沒有上車 下車了 有人在這裡燒香啊 剛剛看到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在這裡靈探 不過呢 如果要在這裡靈探呢 進去新娘潭 那個燒烤場會好一點 來一個漂亮的斜環 再來一個漂亮的斜環 再來一個漂亮的斜環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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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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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直路啊 這樣就踩完鹿頸了 踩到前一點 先脫一脫裝備 有點熱 踩到士多 脫一脫 出發 搞定 此地不宜九流 很大股牛屎味 大家踩鹿頸都要小心點 不要撞到牛 如果是以前 自己一個人踩進來 我會有一些鏡子踩這些地方 踩到這麼進去 又沒有什麼人呢 總是覺得好像會有些東西一樣 要認一下路 我看路沒有踩過來這裡 還有一點點黑 是不是最乾的 這間彈電筒 先看看 嘩 現在才是最乾的 本身不是最乾的 嘩 好黑啊 這裡 我繞了很多個彎位了 究竟出到去沒有 好像進了結界一樣 前面應該就是了 差不多了 我猜 真是九曲十三彎啊 這裡 有車了 有車了 看到外面 先看看 可以的 先讓一下 沒車了 終於來到沙頭角了 嘩 立即一出來 看到有兩個師兄在踩 應該是師兄師姐 我看不到 這條路可以說是 整個 整個這個梅欄的路程是最長的 沙頭角 一直一直去就對了 它之後中途後半段是有得下去單車徑的 不過那條單車徑真是窄到你不敢相信 真是 我上網看過地圖 說這一條的微欄路線 它估計是一個半小時就會踩完 但是我從來沒有試過可以兩個小時內就踩完 那個一個的計算是很不靠譜 還是真的有人可以一個半小時內就踩完 它是一個小時二十幾分就 就估計會踩完這段路 35公里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 我這些的平凡人呢 就兩個小時半就差不多了 一個小時半就真的沒什麼 不可能啊 有隻小狗 它剛剛是坐了在那裡 我的車是衝過去呢 它都依然是坐在那裡完全是沒有反應 我給它凌厲的眼神 嚇到啊 以前每次踩這個微欄都很多車 在這個沙頭角這個位置 很多大車 那些貨車 現在沒有車呢 真的好爽啊 因為那些大車呢 有時候會貼到很死近 有點危險啊 但是你貼得太近呢 有時候又有那些爛路 坑渠蓋 那些砂石那些 所以踩這裡呢 可以盡量避免太多車的時候踩 等少些車的時候踩呢 就非常適合了 一說粗粗粗粗粗就到後面有輛車 讓它過先 來… 不知道我12點之前會否回到家呢 現在就… 現在是10點53分了 快要11點了 應該也可以的 我想理想的話 可以11點半之前回到大埔吧 理想的話 不理想的話 就… 11點踏9了 真的遇到意外的話 就… 12點吧 我想這個是我的估算 哇…在前面… 整了路 我以前踩好像不是這樣的 嘩… 看看吧 應該就是這邊的 先讓人過了 貴事塞住人家 嘩… 旁邊有條單車厲害了 那我要找個位置上去 先看看 旁邊這裡吧 嘩… 嘩… 給大家看看這條的單車徑 是多麼窄 剛才我一上來的時候 都看到有一個人 我都要讓他先過了 不是的話會炒在一起 這條的單車徑呢 嘩…真是堪稱 越野單車徑啊 窄得來呢 前面有多處 之後有多那些爛位 嘩… 嘩… 超級單車徑就是這樣 嘩… 嘩… 這裡的小路啊 雖然我知道那些柱呢 是為了你啊 有些位是有些車出入嘛 所以他想你停一停 不要這樣直接撐過去 我都理解 但是他反而加那些柱在這裡呢 其實我覺得 是更加危險的 嘩… 他那條單車徑真的不知道想怎樣 踩了一下斷了 嘩… 現在下來馬路上踩了 看到他前面全封了 嘩… 旁邊那些位置 加了那些爛在這裡 怎麼踩啊大哥 現在踩了一陣馬路 又下來下來單車徑 我看到他又開放了 嘩… 這裡很炸 嘩… 這個位置想怎樣 嘩… 是蟑螂 嘩… 那條路真是爛到呢 嘩… 嘩… 前面看到有個油站 看到油站就代表是曙光了 開始有些漂亮點的單車徑了 嘩… 終於看到是有些人住的地方 現在我就在粉嶺的位置附近了 那一會就會轉向南的方向了 那就下去泰和了 嘩… 我剛剛等燈了 等到懷疑人生了 我以為他那個燈是不會轉的 因為有些燈被人拆了 按下去就會 和你快點轉燈那塊東西 有些晚上如果你不按那塊東西 它是不會轉燈的 但是它那個東西是被人拆了 這裡慢一點點 你看看 免得有些人不完善直接撐出來 那就一鑊就熟了 好了 現在就經過了粉嶺 開始南下 下去泰和大埔那邊了 味道水 嗎?這裡下隧道還是直去呢? 賭哪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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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賭這邊 我賭下隧道 先定定定 看來沒有走錯路了 對的了,這裡認得了 雖然很久都沒有來過 這個位置真是… 這個柱子… 剛剛那個位置是我看清楚沒有車 我才這樣扭過去 過的時候也要看看有沒有車才過 這裡是直去還是過橋 這裡是直去嗎 應該是直去 如果上橋應該是回到粉嶺上水那邊 好像是 不過待會有一條波浪橋 波浪橋那個升降機做好沒有 沒有升降機我不想有推車上橋 它那個升降機真的做到2046都沒有做好 有人踩過我的車… 看到剛剛那位師兄在那個方向踩過來 我就知道應該是沒有錯的了 應該… 真是輕微踩這些路不夠謹慎 就一下就玩下去 一鍋就熟了 就真的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裡有什麼事… 瘦碼看不到 沒事啊 免得特地有個減速波 以前試過糟糕 一轉個彎… 雖然沒有炒車 但是… 一下一下襯了 嘩… 這裡漂亮了很多 應該是又再升起新鋪 這裡是… 嘩… 還加了一些燈在這裡 以前我記得這些位置很會死黑的 嘩…它那些升起的那些橋呢 在這裡… 這條達基徑附近那些 真的一望下去走死人 超長的 Z型這樣上 不過它有升降機的 不知道升降機是否合作 唉… 先踩快一點點 快要踩半了 試關 嘩… 真棒 是升降機 嘩… 真是地主龍恩啊 不用推車 嘩… 這個位置有點遠 大家看看 這個是另一邊的升降機位置 嘩… 因為平時我不是踩上波浪橋 我是推車上去 推上去 都好少少 但是你下去的時候 穿著鞋子就會很麻煩的 很辛苦 會走到腳底痛 會不會真的鎖鞋子硬 又要控制車 嘩… 接下來這條單車徑就厲害了 是因為它的90度角而聞名的單車徑 90度角… 唉…看看 最怕是別人劈過來 劈過來我的線 就一下子抄下來 嘩…這個… 不止90度 是多少度啊 計算不能啊 現在多少點呢 現在是11點29分 我想我回去即是踩9度 跟我剛才預計的差不多 是正常時間 踩9回去的話 逢親一踩這段路 好正啊 好順風啊 哇…差不多一次次來踩這段呢 是往這個泰和方向呢 都是一直去勁順風啊 現在的位置是大鞋子 快來落到泰和了 嘩…前面有輪柱斷了 欸…這個很危險啊 一個不小心呢 鏟到輪柱呢 如果輪柱反彈呢 插在你那裡拿到你那些 那些輪柱和輪柱之間呢 那你就玩完了 無論是你那輪柱和你的車架 尤其是是炭架的話 極危險 連思覺像也失調 剛剛後面有個人 經過啊 有點尷尬 哇…燈光啊 咦…前面有一堆 啊…應該叮好啊 還是…叮吧 要知道時候的選擇就是叮叮叮 不理我 但是… 沒有車…轉得… 重點就是大埔的太平工業村 差不多就來到太平工業村 就總結一下今天的感想 第一個感覺就是很爽 因為我好久都真的 沒試過呢 踩那麼長途 對我來說是長途 因為我真的很少踩20公里以上的 所以今天就踩了35公里左右 但是呢… 它有些缺點就是 它條路比較爛 還有… 有些燈位 不過燈位也是正常的 沒理由沒有燈位的 但是它的路就真的有些位 明顯是很爛啊 因為它正在做路 撇除這些其實都… 一段非常之不錯的路 最重要是因為晚上踩它沒有什麼車 所以就… 在沙頭角那邊呢… 就… 十分之安全… 不要緊… 剛剛那個… 挺好啊 懂得說… 不好意思啊 好像有人會這樣做 多數反而會… 罵你轉頭 到了太平工業村了 看看時間 現在的時間是… 11點38分 那今天的微欄之旅呢 其實就來到這裡了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唉…去7en買一瓶飲品 很厲害啊